好,现在请你看 这边我们把那个红帽女孩的影片 汇进来 我按Ctrl加I 然后去找 这支影片 那New Sequence Front Clip 因为我们需要一点色彩保护度高一点的影片 去讲这个新功能 这个功能 New Sequence Front Clip OK 这影片蛮大的 所以你要设Fit Fit 然后再来呢,这边它的 我看一下 我上次是怎么弄的 想起来来这边 滴管去吸一下这个颜色 所以我现在吸到它帽子的颜色 那接着呢,是我要去看那个 它的Mask 是这个吗 不不不不,彩色灰色,这个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好,所以现在呢就是用这个,加号,再去吸 可以 加号 吸 加号 吸 增加选取范围啦 就它现在给我选到下面去了 这边 好,这边呢做一点 Denoise 去杂讯 做一点blur OK 接着呢,这个应该可以这样关掉 关掉以后呢,现在可以开始做correction 就是我现在可能偏 有没有,它可以去这样改啊 没有怎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有了有了有了 所以这边可以再让它blur一些 这边范围可能可以再加大一些 这边的 诶 不是太凶了吗,我看一下哦,诶我的滑鼠呢 诶,可以看到了 诶诶诶,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滑鼠在这里 你有看到吗 对呀,这是什么状态 很好 诶,为什么突然好了 我刚刚有做什么吗 可是我只有动这个诶 你知道刚刚不是这个地方的范围是错的吗 所以照理说应该来这边开啊 这边还要再调才对啊 我只是不想调了 因为这边还要再调才对啊 有没有看到 好,这边在 关掉 好,这边就是可以这样去调整 它的什么色温呢 Tint 好,这边可能它的范围也许blur的太大了 这边好像太多了 这个其实应该画面要放大哦 这个空白锩耶 不行不行 这个 Ct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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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可以吗 哎,切到中文的 等一下 ENG 这边Ctrl-加 诶,不行啊,为什么 奇怪,以前是可以的 Ctrl加,Ctrl-減,真的不行 滾轮也不行 好吧 所以我们现在拨拨看 它就是可以改颜色 嘴唇颜色也改了 是不是啊,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特效关掉 没有耶,嘴唇颜色没改 哦,美败 然后再来是Vinye Vinye的话就是大光圈的镜头 旁边会湿光的效果 它的原因是我这边先调给你看 这是它的Amount 虽然旁边就会变比较暗 那有的时候其实是拍的影片 有标又不见了 这边可以调它的范围 然后这个Roundness 圆不圆的意思啊 方一点圆一点,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再来是Feather 语化 那这种Vinye的效果 是因为光圈的问题 Aperture Leave OK 是因为这个关系哦 因为你看 你的光圈呢 在开合的时候啊 开合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状态就是 比如说你拍一张照片好了 它在开合嘛 那这个是它全开的时候 那开的越大 比如说开的这么大好了 开的这么大拍一张照片 然后它本来是全关的嘛 然后打开变这么大 然后再收回去 它会花的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它的旁边的亮度就会比较暗 因为它受光时间比较短 中间的那个亮度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就是Vinye 就是我们叫做周边湿光的效果 Vinye OK 好 那大家